英国脱欧协议连续遭到了议会下院的否决 脱欧进程陷入到了停滞的状态 目前脱欧期限已经延长至了今年的10月31号 按照计划 英国议会下院将会在下个月初 就首相特雷沙梅提出的脱欧协议进行新一轮的投票 特雷沙梅19号表示 她将提出一个全新的大胆的选项 在19号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 特雷沙梅发表文章说 6月初议会下院就脱欧协议进行的新一轮投票表决中 她将让议员们看到一系列改进后的措施 提出全新的大胆的选项 希望赢得议会下院对脱欧协议的支持 不过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领袖克尔滨19号 在电视节目中的表态 却给特雷沙梅泼了一盆冷水 克尔滨说 她很难相信特雷沙梅提出的协议 与之前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 因此就目前而言 工党不会在6月初的投票表决中 支持特雷沙梅的脱欧协议 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 连续三次遭英国议会下院投票否决后 大约在6周前 保守党与工党开始就脱欧协议进行谈判 谈判本月17号结束 双方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可尔滨将谈判无果而终 归咎于越来越雷若不稳的政府 英国舆论调查公司受泰晤时报委托调查的最新民调显示 英国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是执政党保守党党内最属意的首相继任人选 39%的保守党成员认为 鲍里斯约翰逊是接替首相特雷沙梅的第一人选 前脱欧事务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则以13%的支持率位列第二 保守党颇具影响力的议员组织1922委员会 本月16号宣布特雷沙梅同意下个月出脱欧协议 在议会下院表决之后便发布他的卸任时间表 鲍里斯约翰逊同一天确认有意竞争首相职位 他持强硬的一欧立场